如果说西文姆是神赐给人符咒,老子是降生为人,以人的形态交给人们符咒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原始天尊,这是道教神话宇宙中所有符咒和法术的本源 原始天尊是道教神话中的至高神,也被称之为原始天王 他还有另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名字,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 值得一提的是,原始天尊这位神并没有历史人物对照 这位神完全是道士们凭空虚拟的 他最早出现在东京道士葛洪的诊中书中 到了梁朝时,陶洪庆所做的阵灵卫业图将道教的各种大佬暗自排位 最后勾废为了七个阶层,原始天尊被列为道教第一级 神位已经凌驾于太上老君之上 在道教神话宇宙中最初的一开始天地还没有形成,万物都是混沌的状态时 在混沌之中诞生出来的第一道阵灵便是原始天尊 而原始天尊作为道教宇宙中的第一推动力 它的出现就足以让宇宙由混沌走向规则化 混沌的一切都围绕着原始天尊不断的进行演化 直到最后形成了天地 万物的秩序划分出了阴阳两仪 阴阳两仪逐定的演化出了太阴太阳两星 传说中这种演化也要经历四节 按照道教的说法 天地一成一败被称之为一节 一节有三万六千岁 当混沌被原始天尊开辟出了天和地之后 原始天尊就在天的中央 玉京山的宫殿里仰息天气浮影地全 再经历二节 天地之间诞生出来了一个名为太原玉女的女神 这个时候 住在玉京山的原始天尊感应到了这位女神的气息 便开始与太原玉女接触 这原始天尊与太原玉女都是最为本质的生命 她们之间的气息相互结合 而生育出了掌管天道规则的天皇 掌管南县的东王宫 掌管女县的西王母 之后又收太上老君为徒 并把关于道夫的知识传授给了太上老君 之后太上老君把关于俘虏咒法等天地规则 传授给了众位神仙 按照这种思路来说的话 原始天尊应该是所有道法和俘虏咒法的来源 到了这里 我们基本上把整个道教神话宇宙中 关于俘虏咒法的传承时间线讲解开了 如果按照咱们人类的时间线来排一排的话 那就是在天地创始之初 由原始天尊传给了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为众仙之师 传授给了西王母等神仙 在人类三皇五帝时期 薛元皇帝与持游正作人皇 但薛元皇帝打不过持游 于是西王母前来助阵 派酒店选举传给了皇帝奇门遁甲之术 又托梦给皇帝通过玄规把俘虏带到了人间 当时间线来到了咒潮的时候 他让老君转世为人 便为了老子丽儿 又把炼丹刑技俘虏作法的知识传授给了人们 这基本上就是能够通过就有的点击 整理出来的 关于俘虏作法的传承时间线的传说 当然 都要关于俘虏作法的传说不止这些 但碍于篇幅有限 咱们就不过度的展开了 制作一期视频非常的不容易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喜欢这一类的节目 也请记得点赞 转发 收藏 支持一下丢丢 本频道每星期都会更新有趣有乐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请记得关注一下 那么我是钱丢丢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